全球现场时间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经过了十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呢 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 昨天晚间是降落在大陆深圳的保安国际机场 布下飞机之后呢 她想迎接她的亲友们 还有华为的员工发表了三分半钟的简短感言 张欣副省长 秦伟宗市长 同培武大士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晚上好 烦恼座位 孙叶在机场等候 我终于回家了 经过一千多天的煎熬 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异国他乡的漫长等待 充满了挣扎和煎熬 但当我走下悬梯 双脚落寂的那一刻 家乡的温度 让我心潮澎湃 难以连表 祖国 我回来了 感谢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 感谢所有关注和关心我的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 我也感谢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相关部门对我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他们坚定地维护了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的震荡权 回首三年 回首三年 我更加明白 个人命运 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运 是食指相连 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只有祖国的繁荣 只有祖国的繁荣仓 企业才能稳健发展 人民才能幸福安康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 我以祖国为奥 作为一名奋斗的华为人 我以华为为奥 艰难 方贤 勇意 磨砺 使得 欲成 所有的挫折 与困难 感激与感动 坚守与担当 都将化作我们前进的动力 和拼搏的勇气 我们坚决拥护 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 忠于自己的国家 热爱自己的事业 在政府的管理规则下 努力发展好企业 为国家 为社会多做贡献 国庆即将来临 提前祝祖国母亲 生日快乐 好 另外来看到 这个德国国会大选 即将登场 那么现任的总理梅克尔呢 在执政16年之后 即将要交棒了 那么他也是在位 第三九的德国元首 身为德国第一位 女性当家领导人 他也被德国人民 昵称是妈妈 是当地许多人 心中永远的总理 冷静形势作风 不仅让他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 西欧多国领袖 也对他赞誉有加 德国首位女性领导人 梅克尔16年来带领德国 甚至整个欧盟 走过金融风暴等重大危机 什么都不怕 却最怕和普丁交手 2007年1月 梅克尔访问俄罗斯 普丁放任爱犬康尼 在会议厅晃来晃去 别人或许觉得可爱 但梅克尔是出了名的怕狗 从头到尾故作镇定 强颜欢笑 想不到康尼最后一屁股 走到梅克尔的脚边 把他吓得嘴唇紧闭 双手交握 两条腿紧紧的变拢 普丁放过吓人 可是那梅克气得牙痒痒 同年7月两个人 在居团体高峰会见面谈话 突然被媒体捕捉到 梅克表情无奈 似乎还翻了一下白眼 67岁的铁娘子 也因敌不过沉重的工作负担 身体亮起红灯 2019年曾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三度在公开场合 被拍到全身不自主的抖动 他将原因归咎于天照脱水 造成身体不适 梅克即将告别政坛 角逐总理宝座的三位候选人 包括基民党的拉谢特 社会民主党的肖茲 以及绿党的贝尔伯克 就目前的民调趋势来看 62岁的肖茲 是最有可能接班梅克的人选 记者不加显不倒 另外一个国际关注的焦点 来看到是美日印澳 日前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 在白宫登场 外界普遍是认为 这场峰会就是针对在印太地区 积极扩张的大陆 但会后的联合声明当中 全文之字未提大陆 也没有谈到台海安全 而是聚焦到了疫苗 气候变迁 供应链 捷径能源 还有太空领域等等的合作 敏感议题则是由强化印太地区安全繁荣之类的辞令带过 对此在印度有学者就表示 这个联合声明当中确实有许多篇幅 着目于科技 疫苗基础建设等议题 但仍然是脱离不了大陆 印度学者表示 众所皆知 四国领袖之所以要会面 就是出于对大陆近年来负面行为的担忧 包括了在台湾周遭南海钓鱼台海域以及印度和大陆边际的军事威胁 以及对澳洲的贸易制裁 而有关台海局势呢 虽然这个联合声明同样只字未提 但学者认为四国领袖不可能漠不关心 他说联合声明中提到的东海与南海安全局势 其实就已经把台湾海峡带入了整体情境当中 好有人上太空旅游一圈回来之后呢 发现竟然整个世界都变了 是美国的亿万富豪艾萨克曼 最近完成了历史上首次全平民的太空旅行 但没有想到呢 回到地球之后却发现全家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连他都必须被隔离 而美国现在金船呢 又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变种病毒 叫做R1变异株 似乎这个传染力呢 比其他的病毒更高了 打完两剂疫苗也难倒 飞上太空绕了一圈回到地球 却发现怎么世界变了 美国亿万富豪艾萨克曼 才和三位同伴完成了历史上首次全平民的太空旅行 安全返回地球之后 却发现全家人包括老婆以及两个女儿 全部感染新冠病毒 还好症状并不严重 他表示家人在他出发前都已经打了两剂疫苗 认为应该是到佛州观看火箭升空期间染疫 佛州是美国新冠确诊案例最多的州之一 至于他本人虽然检测是阴性 但是必须和家人一样居家隔离 由于Delta的传染力惊人 所以美国现在正积极推动施打第三剂疫苗 主要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 高风险的族群以及前线的医疗人员为主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 全美现在有6000万名左右的人符合接种的资格 现年78岁的拜登表示 他也会去打架强剂 美国目前的第三剂都是针对之前打了辉瑞疫苗的民众 在第二剂满6个月之后才可接种 至于打莫德纳以及AZ疫苗的民众 则必须耐心等候 记者综合报道